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28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六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國際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8月26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裡也補足一位網友生日快樂 他也是在 這個月 秋分 22日生日 希望他能聽到 我們繼續好像電台廣播 繼續跟大家 站在同一陣線 又再緊貼著最新時事 繼續看看國際局勢 消息傳出 真主黨再出事 消息傳出 是這個叫第二號人物 也被消滅 忽然之間發現 這個叫做黎巴嫩真主黨 不單止 死得比俄羅斯更快 可能還死得比巴勒斯坦更快 局勢我們先來 再做 詳細分析 然後 再討論下去 我們暫時會把對語錯問題放低 因為中東問題 如果要討論對語錯 其實我們 400集節目都還沒說完 中東的確可以用困局來形容 首先我們知道 如果兩個 都不放棄要消滅對方 會發生的最終結果 就是其中一方 最終消滅了對方 才會停止 問題又來了 你會發現 中東國家 尤其是阿拉伯世界 即是穆斯林國家 要將整個以色列連根拔起 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 因為以色列是超級強角 尤其是中東 而且以色列的背後更加是美國 即是說 按照勝負可能性分析 阿拉伯國家戰勝以色列 的機會實在非常非常之低 按照這個說法 以色列消滅 但是所有阿拉伯國家 可以嗎 問題又來了 因為 雖然在軍事上面 阿拉伯國家的確 是遠遠落後過以色列的 但是 要將 中東附近的國家 全部 消滅 可能性也是非常之低的 因為除了以色列之外 周邊的國家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國家 有一些 是比較豪賤 例如 黎巴嫩真主黨 例如巴勒斯坦裏面的哈馬斯 但是 阿拉伯世界裏面也有很多溫和派 本身就算在巴勒斯坦裏面 也有很多人 寧願加入以色列 大家用選舉 來解決問題 同樣地 巴勒斯坦人也沒有辦法制止哈馬斯 再加上周邊還有其他國家 本身 要 將整個阿拉伯世界連根拔起 這是一個極度瘋狂的想法來的 你現在統計一下 你就會發現世界上 穆斯林已經佔了一個相當大的百分比 即是說 你要將 阿拉伯世界連根拔起 基本上是一件 極度瘋狂 又不切實際的事情 所以 為甚麼我說一段時間都說不完 就是因為 雙方 沒有結果的 爭鬥 基本上 沒有可能是一方消滅到對方 我們也 幾乎可以斷定 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 進行攻擊 會停止的可能性也相當地低 以色列不用說了 以色列 是100% 用足所謂恐怖分子的方法對付恐怖分子 不用說了 其實以色列 也是等於國家級行為的 這種做法 使得對方 屈服 然後放下武器 的可能性也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低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困局 除非 發生了很大的根本性變化 例如美國被連根拔起 可能深層政府被連根拔起 或者美國解體被中共消滅 例如發射核彈 也是有可能世界格局有可能改變 不過 現在很難做推測 因為實在太多可能性 可以回到正式推演中東局勢 中東的亂局 其中一個阿拉伯世界背後的大佬 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 如果伊朗被消滅的話 理論上中東 戰爭 是可以了結的 因為 中東可能很多阿拉伯國家會放棄 是可以再搞襲擊以色列的行動 因為很簡單 伊朗就是主張要將 整個以色列連根拔起 的一個國家來的 伊朗更加不用說了 直接把整個美國 列造恐怖組織 那麼你說 伊朗怎麼會不是整件事的根源呢 伊朗後面有甚麼國家 俄羅斯 中共 整天想中東 是戰亂 包括俄羅斯 還有 是中國大陸的 不過中國大陸 現在又似乎 是五時花 六時變 又再改變心思 因為現在似乎有人覺得在軍事上面 現在沒有辦法挑戰美國和西方世界 決定繼續 閉關自首 韜光養晦 似乎就是 習近平想了兩三年了 的最終答案 好了 是不是真的心思熟慮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是知道 中東的亂局 是不似預期的 當初 就是這一群邪惡俗心國家 巴不得 是以色列被襲擊 中東出現亂局 俄羅斯肯定是很開心 覺得 西方世界需要 再關注中東多於俄烏 如果 能夠將西方 軍事力量 抽走的話 對俄羅斯來說當然是有利 中共 是用輿論 不斷站在 巴勒斯坦的後面 他只是打算打宣傳戰的 絕對不打算 實際 要 參一腳的 因為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也是 非常之擔心直接得罪以色列 所以如果你要算 邪惡俗心國家 最想 從現在的衝突裏面 撤離的 就只有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能夠拿到的好處是最少的 而且現在 中東的局勢 也完全不似如期 尼巴嫩真主黨 差不多現在整個高層 是被以色列連根拔起 當初 是伊朗 俄羅斯 還有中共也想不到 所以他們想抽身 都是正常的事 因為當初 其實這些國家的盤算 全部都是把這個 是中東的衝突 視之為是代理人戰爭的 繼續認為這個地方是挑戰美國的 國力場 這次真主黨也是算盤失誤 當初 黎巴嫩隔著邊界 每次有事 真主黨發射火箭炮 是蓋以色列 每次以巴衝突 升級的時候 都是這樣做 但是這次 以色列差不多 將加薩地帶的北部 差不多全面控制 即是說 加薩地帶 清了大半 以色列軍隊是有時間招呼這個黎巴嫩的 雖然從 國際形勢 剛才跟大家說 你以色列要將阿拉伯世界消滅 又或者 阿拉伯世界要將整個以色列消滅 可能性相當之低 但是如果用軍事的角度來說 將 對以色列能夠構成軍事威脅的地區 所以全面控制 就是正正 是一件可行的事 不過 國際從來都不容許 是以色列透過戰爭 是佔領 是一早畫了邊界的 這個正正就叫做西方社會 西方社會不會跟你說 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可以徹底把 那個原則和價值放低 就是說我不可以 因為幫以色列索性幫到底 叫以色列不如全面 控制了加薩 以及 是黎巴裂 這個是近 一個多世紀 由第一次世界大戰 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整個世界奠定了 的一些最基本的規則來的 如果連這件事都可以打破 這個世界就等於回到200年前 所以說 雖然以色列的背後是美國 但是美國 其實也不是 是叫做400% 他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按照現在的軍事形勢再退現 如果以色列 是佔據了大部分的加薩地帶 以及 對準這個黎巴亂的南部 真主黨 進攻 對以色列來說很大程度上是解決了不少問題的 因為 能夠 用低程度武器 去襲擊以色列本土 的附近兩個地方 都差不多被連根拔起的 所以 長遠來說 如果現在 繼續把真主黨連根拔起 對於 以色列 附近地帶 局勢變穩定有幫助 大家只要看地圖就會知道 因為 以色列的北面就是 黎巴亂 南面 就是加薩地帶 其他國家基本上絕對不會容許 武裝組織 在他們國土裏面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因為真的叫做抓死 所以 如果跟隨了 加薩地帶的武裝力量 還有黎巴亂 其實 對以色列的威脅是有限的 除了 好像 伊朗 長距離發動導彈 還有無人機襲擊之外 但是由於距離相當之遠 所以 預警時間相當相當之長 即是說 以色列能夠100% 將對方武器擊落 可能性就會大增 好 我們今節時間 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我們今節時間 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保持手機 接送去λά Glass